有研究顯示 在香港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都有高血壓 老人家就更加嚴重了 每三個有兩個都有高血壓 這個情況也挺警告的 因為始終高血壓會增加我們心血管疾病和中風的風險 究竟為什麼我們會高血壓呢? 其實最主要的兩個原因就是因為年紀大了 血管硬化了 自然血壓就會高了 第二就是為什麼年輕人都會有高血壓呢? 就是因為飲食不均衡 積聚了很多的油脂在血管裏面 令到我們的心臟要很大力才能泵出血 這個血壓就自然會高了 如果很年輕就要開始吃高血壓肉 也挺慘的 因為都不知道要吃到什麼時候 所以如果大家想輕輕鬆鬆 不用吃那麼多藥都可以控制到自己血壓的話 也有方法 今天Dr.Marcus就會教大家用紅菜頭來控制自己血壓 我們會用紅菜頭來渣汁 可能有些朋友會問 我用這個罐頭的紅菜頭渣汁可以嗎? 始終罐頭裡面含有鹽粉、糖粉和沒有那麼新鮮 所以我也是建議大家用新鮮的紅菜頭 這個紅菜頭我就是在清空市場買的 所以它的根部和葉就沒有了 清潔好了 如果大家在街市買的話 通常會有些葉和根部的 那些都是一樣的 拿回來就切好它就可以了 現在就教大家怎樣用紅菜頭渣汁 我們怎樣去切這個紅菜頭呢? 很簡單 首先我們把頭部和根部切好 然後我們就好像薯仔一樣 這樣把皮跑掉 如果大家正是用紅菜頭渣汁的話 可能味道就會有一些苦澀味 或者有些草青味 有些小朋友就接受不了 所以我會加上橙和蘋果一起拿汁 味道就好喝很多了 最後記住一定要多加一杯水 這杯紅菜頭顏色這麼漂亮 就是因為它有豐富的抗氧化 可以防癌的 再加上它裡面的營養素 就可以幫助我們軟化血管 以及清除血管裡面的垃圾 從而幫助我們降血壓 現在先試一下味道 因為加了一些蘋果和橙 所以一點苦澀味都沒有 小朋友也適合喝的 喜歡Dr.Market小錦囊的朋友 記得CLS 留言、讚、分享 還有按下鐘仔 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何時出新片 記得Subscribe 郭家頻道 到吧